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足球 关注一下中超联赛 中超联赛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随着中超联赛的进行 现在大家也逐渐的将中国男足的目光转移到了比赛场上 关于假球赌球的这种关注度正在降低 但是就在本赛季中超联赛开赛之后 作为曾经的中超冠军 也是本赛季的夺冠热门球队之一 上个赛季的中超联赛亚军 山东泰山队却并不太平 球队的战绩非常的不稳定 本赛季别说去争冠了 甚至都要可能去打保级比赛了 已经连续四轮不胜了 那他们的主教练郝伟到现在为止 甚至还没有出席过一场球队的训练课 带领球队去打比赛 不少坊间传闻说郝伟已经被带走 很有可能会被定罪 当然这个并没有做事 不过眼下山东泰山多名球员 似乎也牵扯到其中 比如说金进道 基本上已经是坐实了 有组织赌球的这种可能性 另外像郭甜宇也是没有能够来参与比赛的 被人怀疑跟这个也有关系 不过更让大家感觉到意外的是 就是山东泰山队的核心外援 韩国人孙准浩 现在已经确定被辽宁公安局正式拘留了 这个并不是咱们中国媒体人报出来的消息 而是从韩国大使馆那边官方显示的信息 而且他用的就是辽宁省公安局正式拘留孙准浩协助调查 拘留这个词用的可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这个也是让大家感觉到比较意外的 因为赌球假球查到现在 还没有说哪个外援会牵扯进去的 这个是让大家没有能够想到的 那我们知道孙准浩是参加了去年年底的韩日世界杯的 并且在世界杯上有过出场的 是为数不多的在世界杯上亮过相的 效率于中超联赛的球员 原本是被看作中超联赛的一个骄傲之一 那他和郝伟是一同来到山东泰山队的 并且表现是非常的出色 近两个赛季都是入选了中超联赛的最佳阵容 在山东泰山夺冠的那个赛季 还被评为了中超联赛的最佳外援 他在中后场的这种全面性 包括直接任意球的功夫和远射 都是给到山东泰山队中前场很大的一个活力 是球队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 所以说现在山东泰山俱乐部整体表现不佳 与他的缺席也是不无关系的 但假如真的像韩国大使馆所说那样 被辽宁公安局直接给拘留了 这个情况还是比较意外的 有可能说明 目前我们的中超联赛 假球赌球的调查方向 很可能也会朝这些外援的方向去查找了 那哪怕你是一名外国人 在中国的领土上犯了罪 也要遭受到相应的处罚的 不过与韩国大使馆所给出的官方信息显示不同 目前韩国的媒体似乎是比较乐观 大多数的韩国媒体都认为 孙准浩之所以跟中国的公安系统有关联 还是被带去协助调查 并没有用到拘留这样的字眼 不过问题究竟是怎么样 他们不好说 但是眼下对于山东泰山俱乐部来说 这个赛季基本上是没什么指望了 因为郝伟的这个事情肯定会影响球队的事情 俱乐部当中人人自危 怎么可能踢得出好的比赛呢 更为重要的是 在未来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名球员 因为郝伟的原因被带进去调查 所以说这个对于山东泰山本赛季的比赛来说 将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